98加乘95 兵力驾驶大暴走 下车狂飙 1400万爱车加错油 兵力驾驶不能接受锤墙爆气 但气没消 怒推加油站远攻一把 接着更夸张 叶金当场被甩飞 这巴掌大得叫站员工 练家当场肿起来 他气得要报警处理 驾驶追了上去 还拿本机砸办公室 暴怒狂飙三字机 其他员工看傻眼 吓都吓坏了 他下来的时候才说他加98 所以我也不清楚 是他讲错还是我听错 就是我也是第一时间跟他道歉 但是他就是还是不断叫嚣 所以觉得莫名其妙 就顶多只是加错油 就像莫名其妙被打一巴掌这样 拿出验商单 当时驾驾站员工 不但连被打肿 连眼镜都断了 想起当时情况 他还心有余悸 考虑对对方提出伤害高速 总结果他说 你同天天天就会失败 你知道吗 然后就说 吓人家天天就会知道吗 然后过来就说 我们就很忙 我们有办法 你知道吗 我们只有两个人 我就忙不过了 我们有办法 但兵力驾驶也解释 是因为加错油 担心车子受损 加上对方态度差劲 他才会失控暴走 不过因为加错油 失控彪骂三字经 对加油站员工呼巴掌 恐怕会吃上管死 接下来我们李萌章 台中报道